中秋節陪同陳佩琪到北索 跟阿北隔牆團圓 黃珊珊跟陳佩琪年緊緊 好關係有如閨蜜 黃珊珊更在臉書發文 柯文哲給予金華成案 百分之二十融獎 依法有據 被質疑背後恐怕另有目的 黃珊珊跟沈七金隔空串政 重點不是適不適用 而是說我黃珊珊還在挺你 黃珊珊最怕就沈七金 把什麼都招了 鍾小平質疑黃珊珊隔空串政 沈七金因為有律師背景的黃珊珊 頒出都市計畫法 臺灣審施刑細則 想辯護百分之二十融獎全臺一致 卻被打臉 法條明顯 引用錯誤 是否鄭友社案 外界揪出黃珊珊 跟金華成案 連結還不少 不只鍾小平爆料黃珊珊議員時期 曾收審信金二十萬 政治獻金 早在二零八年 北市舉辦雙省論壇晚宴 還是議員的黃珊珊就跟柯文哲 審信金同座主桌 就連金華成三次便當會 也都有黃珊珊身影 黃珊珊跟金華成案 如今扯出千絲萬縷 是否正如自己說的清清白白 引人質疑 蔡英俊林伯漢 許全台北採訪報導